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继续向下学习这个小麦听书这个项目的这个设计 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内容呢 是有关于这个注词界面这个设计的 所以呢 今天还要回到这个ARG4下面啊 所有这个我们的项目中 所有这个跟GUI设计相关的都在这个ARG4中进行 然后所有的这个动作 藏案树的这个处理都在这个Eclipse下进行 大家如果觉得嫌折腾的话 可以在这个ARG4下面做这些所有的事情 只是这个个人喜好的问题 这个不是强制性的要求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 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内容 好 我们今天呢 主要介绍这个小麦听书这个项目的这个 注册界面这个设计环节啊 因为这个注册相关的话 它有一有一系列这个 嗯 步骤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界面设计出来啊 如果大家想做这个不免费的软件的话 那么注册是必须的 所以呢 这个注册的时候呢 要设计一个这个 呃 比较人性化的这个注册界面 好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呃 我们这个软件注册呢 就采用这个在线注册的方式啊 大家知道这个软件注册这个方式是太多了 那么像一般的像这种 像我们用的这个微软的这个操作系统啊 它可以通过这个CD发售的时候带一个这个设计号 然后呢 采用这个离线的这个注册方式 它有一个这个呃 通用的这个加密的算法啊 我之前了解过一些 好像是什么椭圆之类的一个算法 然后它给你这个设计号呢 都是在这个呃 椭圆上面的 你输入之后呢 它进行一系列验证之后 发现这个点在这个椭圆上面 那么就相当于是这个注册号是合法的 它它那个注册号也是非常长的啊 大家可能都 有一些人如果是用那种正法软件去破解的话 正法系统去破解的话 可能会见过这个注册号很长啊 但是大部分人的这个系统都是ghost的 ghost的话就看不到这个注册这个环节 呃 那么 这种呢 是一种常用的这个离线的方式啊 因为我们这个软件呢 小麦听说这个软件呢 呃 主要经历不在这个加密算法上 所以呢 我们就采用这个在线注册的方式 在线注册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软件呢 本身它使用的时候也需要网络 所以呢 我们总之你离开网络的 所以干脆就直接在线注册算了 那么在线注册的话呢 那个注册码 就直接通过呃 用户指定的这个邮箱发送给客户啊 这是我们后续的课程需要介绍的 然后大家如果是自己新软件的时候 需要提供这个付费服务 呃 就是提供收费服务的话 那么可以直接考虑通过支付宝 因为我们之前上一套课程中 就PureQT开发GUI程序的时候 也讲过这个 你直接提供给优户一个付款的界面 然后让它点击图标 就可以跳到相应的支付界面 然后支付完了之后 你直接把这个注册码 通过这个邮箱发给它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个在线的话 是个很简单的方式啊 那么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呃 注册界面的这个设计啊 至于这个呃 支付宝服务啊 还有这个邮箱啊 我们后续都会讲解到啊 支付宝的话就很简单 你自己开一个小网店 然后 呃 把这个网店的地址 写到这个GUI界面里边 然后一点击 就弹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 这个详细的操作呢 包括这个安全认证啊 都是 阿里巴巴已经跟我们做好了 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操心 直接用现成了就行了啊 如果想自己写这个支付的话 呃 可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嗯 比照相关的这个 呃 扩展套件去实现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注册界面的设计 呃 我们这个注册界面呢 就不是用这个MIM Windows了啊 一个程序里边不能出现两个MIM Windows 否则会打架啊 这个之前也说过了 我们就用这个对话空界面 就Dialog 然后呢 要求用户填写这个注册信息 呃 包括这个姓名 电话 公司和邮箱等等啊 这些都是强制填写的 如果有一行空的话呢 这个注册界面就不消失啊 一定要强制用户填写完 嗯 因为这些基本上都是B填项啊 你跟用户确认的时候要 需要这些信息 也方便你统计这个软件的这个使用人群 和使用对象等等这些喜好 然后呢 在主界面注册的曹安数中呢 弹出这个注册界面 平时的时候是看不见这个界面了 好 那我们来实际的看一下怎么样实现一个这个注册界面 比如把它嵌入到我们这个呃 主界面当中 首先我们还是打开这个eric form啊 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做的这个界面 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加一个啊 new form 就选择这个derlog 然后OK 在这个下面写上 嗯 regist吧 这个词我具体不记得了啊 regist好像是寄存器的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注册的意思 先取这个名字吧 好 这个界面呢 我们 给它取一个 比较有区别性的名字 叫用户注册吧 好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用户注册的这个 用户注册的这个姓名 呃 包括这个 电话等等这些信息 那么 肯定我们需要这个 这些都写完之后,我们要提供用户输入的框 用单行就可以了 这个框可以把它变长一点 因为有一些用户的这个邮箱可能比较大 好,那么这边的用户如果填写完了之后 我们可能还需要对这个信息进行一个提交 我们要加一个确认按钮 提交 那么如果优户说不想注册的话 那么这个界面也不能一直弹出 所以就加一个取消 取消按钮 好 那如果要进行这个 字体的这个修改的话也是一样的 在这边选开启12号 性命公司这些也类似 那这里边呢就不再一一的改了 好,如果我们改了这个之后呢 把这个Dialog再编译一下 OK,成功 那我们在这边看一下 register.py 好,这个界面弹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有个提交有个取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界面嵌入到我们这个主程序中 好,我们还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Eclipse下操作 好,我们还是根据以往的这个方法 把这个整个界面的这个文件给它复制过来 那么就是一个UI文件 register 然后复制到这边来 好,OK 到这边来了之后 刷新一下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界面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主界面 好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注册界面 在这边 sorry,快捷键用错了 在这边运行一下 那么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之后呢 那我们还是要 嗯 类似的在这个 生成它的这个Data code 啊 因为我们这里边也是有按钮的 就有两个按钮嘛 这个lineEdit什么之类的 我们都不管了 但是这个pushButton我们得管 所以把这两个的信号生成出来 那我忘了加这个 regis 对,是这个的 好,指定了这个class之后 然后就确定 这边呢 就会生成我们的 好,来吧 都行